贏跟败 败很多人都会写 贏很多人不会写 写出来大分之错 就是证明这样 失败的机会是比赢的机会还要多 能够十读九书 败就是什么 你的钱会输到虚类就是败 以前的钱就 YouTube就在加那了 然后这个上面为什么有个王 那是什么 死亡的亡你知道吗 王跟康山 你会变得整个懒胶面 你要用嘴巴去赚钱也好 然后你变得没命没日 月嘛你知道吗 日月月 变得没命没日 有可能变得没命没日之后 你才能赚到钱 但是赚到钱你要怎样才能赚到钱 平凡的心嘛 所以简单讲你要赢就怎样呢 日复一日日积月 去做好你本分的事 一直做一直做就变成一种职业 在一直做一直做 你就变成很顺手嘛 很顺手嘛 日月一直做之后你就变成一个专家 专家之后你后来再回到原点之后 专家也是个平凡人嘛 所以你要用平凡之心去一直做平常的人不想做的事 你要慢慢的富有嘛 股票慢慢买慢慢买你不要一步当天嘛 所以平常心才能赢啦 解盘结束啦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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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